北京时间12月23日消息 再过两天 2021-22赛季 CBA常规赛第二阶段 就要在吉林长春赛区打响了 这两天 各个俱乐部正在前往长春集结 为即将开始的联赛做准备 就在12月23日 辽宁南南汉将赵继伟疑似在吐槽了 他直言无话可说了 没想到 郭艾伦却来了个就是重提 远在澳大利亚的周期也来凑热闹了 结果却遭到赵继伟实名羡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赵继伟是辽宁南南的核心后卫 也是国家队的核心后卫 前些日子 他跟随国家队去日本打了试欲赛 回来之后就开始在广东清远 跟随中国南南大部队进行隔离 隔离之处 赵继伟还在社交平台发声 询问球迷自己该储备些什么美食 随后 赵继伟就隐身了 直到后来被郭艾伦拉着 合唱了网络神曲 在之后 赵继伟又和郭艾伦合作 就过艾伦没有对象一事进行了调侃 12月21日 中国南南隔离日期结束 各个队员终于可以赶往长春赛区 准备接下来的联赛了 要说这国家队球员可真是不容易 刚刚结束了14期的集中隔离之后 又要继续封闭到长春赛区 长达一个多月 真的很佩服他们了 或许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 赵继伟有些心里波澜了 就在12月22日晚间 赵继伟从广东出发 开启下一段征程 他在社交平台写道 说点啥呢 想哭 但是哭不出来 想笑 哪有脸笑啊 这种感觉可能就是魔争了吧 同时还晒出了自己在广州白云机场的图片 以及两张验证码 就在12月23日中午 郭艾伦来到了赵继伟社交平台下 开始与赵继伟互动 没想到他就是重提 你没自己偷偷训练吧 赵继伟则回应道 没训练 我有对象 随后 周琦也来互动了 他显然是来凑热闹的 写道 边哭边笑 赵继伟则是实名羡慕 还是你舒服 就在12月22日晚间 赵继伟还跑到了 前辽宁南南汉将袁帅的社交平台下面留言 看起来疑似吐槽什么 他看到袁帅晒出的长春赛区的酒店房间后写道 我无话可说了 真的 哈哈哈哈 无语 你懂吗 袁帅回应道 你的锅往奶放 赵继伟回应道 环境真不错 显然 赵继伟看到赛区酒店的照片后 心中还是有些想法的 毕竟刚被隔离了21天 这接下来又是一段 长达一个多月的封闭训练 叫谁心中都会有想法 不过 既然是辽宁南岚核心 也是国家队的核心 相信赵继伟很快就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全身心的投入到比赛中去的 让我们一起为赵继伟加油吧 在这边 亚耀 亚耀 给人伊桑 启